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总统大选2024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拜登和特朗普的一天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场景 拜登在白宫纪念大屠杀 而特朗普则在法庭上聆听与成人影星斯托米·丹尼尔斯的嫌疑细节 接下来,美国参议员亚利克斯·帕迪拉与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 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塔尼·坎蒂尔·萨卡乌耶进行了一场 关于加州和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的广泛对话 从促进经济机会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效果 再到确保在重要选举年的投票权 最后,斯托米·丹尼尔斯在特朗普的首次刑事审判中出庭作证 他对所谓的2006年私情提供了详细描述 这一事件在法律和政治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充满戏剧性对比的日子里 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前任特朗普的活动 成为了《华盛顿邮报》描述的一场超限时竞选活动的焦点 拜登当时正在白宫的地图是 一行一行的沈月即将发表的纪念大屠杀的演讲稿 而就在几百英里之外 一名检察官站在法庭前宣布 人民召唤Stormy Daniels 拜登随后访问了国会山庄 与美国一些顶级官员一起纪念那场夺去 六百万犹太人生命的暴行 并多次宣示永不再次发生 他出现在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仪式上 正是他的前任在法院聆听审讯的第13天 一位成人电影女星被召唤到法庭 就他与特朗普所谓的私情细节作证 为拜登介绍的人称他为好心肠的人 并回忆起他出乎意料地出席了他已故妻子的萨维活动 而对特朗普作证的人则称他傲慢且自负 并回忆起他意外地穿着内衣出现 并声称说服他在太浩湖的一家酒店与他发生性关系 在加利福尼亚公共政策研究所 举办的一次与美国参议员亚利克斯帕迪拉的对话中 参与者探讨了加利福尼亚州和整个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 从促进经济机会到管理气候变化的影响 再到在关键选举年确保投票权 这场广泛的对话凸显了政治领袖 在当前复杂政治环境中的角色和责任 回到华盛顿邮报 对于Stormy Daniels出庭作证的报道 特朗普的首次刑事审判迎来了一个轰动性的日子 Daniels详细描述了他与特朗普2006年所声称的婚外情 这些描述比辩护方甚至法官都能接受的还要详细 许多意义都被接受了 Daniels的证词的法律重要性仍然有待商榷 他对于审判中真正重要的细节了解有限 以及他在2016年大选前夕收到的封口费是否非法 以及这笔钱是否旨在帮助特朗普在竞选中获胜 这一天的活动和事件 不仅展示了美国当前政治舞台上的戏剧性对立 也反映了不同政治人物在公众和法律面前所扮演的多重角色 从纪念大屠杀的庄严仪式到法庭上的媒体狂热 这些故事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当代美国政治生态的丰富多彩的话卷 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风云变幻 每一则新闻都可能牵动着无数人的命运 近日 《华盛顿邮报》带来了几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从风波不断的特朗普 到众议院议长的摇摆不定 再到特朗普因机密文件案件的审判无限期延迟 每一件事都在为美国的政治生态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 首先 成人影星Stormy Daniels在纽约的一次法庭听证会上作证 详细描述了他与唐纳德 特朗普之间的性接触 Daniels回忆了在一次高尔夫活动中与特朗普会面 随后被邀请到他的酒店套房 进入房间后 他发现特朗普穿着四脚裤 在床上摆姿势 Daniels表示 他感到自己格格不入 因为特朗普的保安在附近 这让他感到一种失衡 他说自己有一段时间意识模糊 当他恢复清醒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特朗普对Daniels的证词感到愤怒 法庭上被描述为咒骂并摇头 特朗普的律师辩称 让陪审团听到与指控无关的性接触细节是不公平的 但法官拒绝了辩方要求的误审申请 接着 众议院议长Mike Johnson面对着来自两位强硬派保守派的挑战 但他在周二宣示将继续留任议长直至2024年选举之后 Marjorie Taylor Green和Thomas Massey这两位共和党人威胁 要将他从议长的位置上拉下来 要求他遵守一系列要求 否则面临被罢免投票 尽管Johnson面临着来自不满他领导能力的共和党人的压力 但一些共和党人在选举前六个月并不愿意投票将他罢免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对Johnson的支持可能影响了Green的决定 特朗普在一次私人捐款午餐会上强调 他认为Johnson作为议长做得非常好 他的共和党同僚应该让他一个人 Green和Massie花了数小时与Johnson会面 试图从他那里获取让步 而不是努力将他赶下台 最后 《华盛顿邮报》 报导了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因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审判 被无限期延迟的消息 这意味着 只有他在纽约面临的刑事指控的审判可能会在11月选举之前进行 美国地区法官裁定 考虑到使用机密证据的复杂法律规则和期限 需要更多时间来确定审判日期 特朗普成为首位面临刑事指控的前总统 这一案件的延迟无疑为他带来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这些事件纠缠在一起 反映出美国政治中的混乱与争议 从个人丑闻到政治角力 再到法律征送 每一步都可能对未来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观察者们只能继续关注 看看这些事件最终将如何塑造美国的政治未来 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系列报道中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刑事诈骗审判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成人影星Starmie Daniels·斯托米·丹尼尔斯的证词成为了焦点 他提供了关于与特朗普在2006年发生性关系的详细描述 这段描述中暗示 这次性行为可能被视为非自愿的 引发了法庭上的争议 特朗普的律师反对这一线索的调查 认为这与案件无关 可能会对陪审团产生偏见 然而法官驳回了辩护方的反对 表示这些细节有助于确立丹尼尔斯证词的可信度 并证明该事件的确发生过 特朗普被指控在与丹尼尔斯的封口废支付事宜上 伪造财务文件 目的是为了掩盖与选举有关的犯罪行为 尽管丹尼尔斯提供了关于性行为的明确细节 但这些细节并未直接与针对特朗普的形式指控相关 如果陪审团最终裁定特朗普有罪 其辩护律师可能会以法官允许不必要的偏见性证词为由 提出上诉 在另一篇报道中斯托米丹尼尔斯在证言中提到了他在2018年发表的一份否认与特朗普有染的声明 他现在承认这份声明是假的 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上声称这份声明证明了他的清白 丹尼尔斯的这一转变为案件增添了更多的复杂性和争议 华盛顿邮报的菲利普·邦普Philip Bump在回应马特·伊格莱西亚斯·Matt Iglesias的观点时提出了关于政治活动的不同看法 伊格莱西亚斯认为使用社交媒体是打败特朗普主义最有效的方式 然而邦普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建议 他相信最好的方式是直接与选民交谈 邦普同意最终目标是让人们去投票 但他认为竞选活动应该专注于让最有可能支持他们候选人的人去投票 这意味着使用民意调查来识别最有可能投票给他们候选人的人群 然后使用这些信息来针对他们发送信息和提醒 邦普通过与威瑞森、Verizon的比较 说明了为什么社交媒体帖子 即使是伊格莱西亚斯这样有影响力的人所发布的 也无法达到威瑞森的影响力 并且不会触及到那些尚未被说服的受众 因此邦普主张竞选活动应该专注于与个别选民进行对话 通过这些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在处理与特朗普相关的争议和政治活动策略上 不同的观点和方法 无论是法庭上的证词 还是政治活动的策略都体现了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 人们如何尝试寻找最有效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在特朗普的审判中 丹尼尔斯的证词和他对之前声明的更正 展示了真相有时是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叙述中被揭露和重新定义的 而在政治活动策略方面 邦普对伊格莱西亚斯的反驳强调了 在现代社会中直接与选民交流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更有效的利用这种交流来影响选举结果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